女子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 这个老板是个儿了 可后来谁想的 是个沙发果断精通生意的小娘子 长郎君 你可真有见识 我定要向阿爷 好好学学经商之道 日后啊 也将卓宝斋开到长安去 定能将卓宝斋开到长安去 带你开到长安去 那可就是 长安西市里 数一数二的大商户了 那届时 届时定能找个好郎君啊 你想说什么啊 我在长安西找到一家猪虫 事后不早了 要不要去看看 好 那二位娘子 我先去看看我的猪虫 告辞 张长安 我过去你一起 好 我送你 端午 这张郎君对你好像 我阿子敬会苦茶 张郎君那是翩翩公子 他对谁都好 他一直都帮我 自我们第一次认识 一直帮我到现在 张郎君是好人 可我看 刚才他担忧你 绞人夺诸后的处境时 那神情甚是关切 恐怕不仅仅是帮吧 其实我倒觉得 若是张郎君真有此理 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 我娘子受孝了 我娘子受孝了 那可是张郎君 我与张郎君如何能相提平安 娃子 我从小呢 生活在猪肠 一直都是如此苟活着 我就想有朝一日 我能逃出来 自由 到处去看看 如今我出来了 我只能逃出来 愿旧 更想要 自己好好的 去感受感受世界 端午 你那么聪明又那么坚强 你想做的事情 一定都能够做到 之前我用于命运 日日伤唇悲秋 直到认识你 其实 你帮我揭穿神婆批命改运 只是表面 真正改变我的 是你自身带给我的力量 丽妃是我自身 而是你自身 你本就有力量 娃子 有一事我想问你 但说无妨 卓宝斋 可否替烟尸商队采买珍珠 我知道 我知道此事定是为难 这其中爱流涌动 若是你接了这一单身影 那等于就是 卷入了翠世助长和烟尸商队的斗争之中 翠世恐对你们不利 所以你心有顾虑 我能理解 你不用勉强 丹妃 你告诉我 你是否已经脚入其中 的确是 不过没关系 我还能想别的办法 此事不妨使的 我帮你 我们卓宝斋 一向不拉帮接派 但我不管烟尸商队是谁 只要是你端午开口 这单生意 我便接了 我定会去说服阿烟 你放心 你对我这么好 我如何感激你 浩姐妹不说这个 吴阿子 你与我的情分是一方面 卓宝斋和烟尸商队是另一方面 我已向郎柱申请 陈家的议程 全部拿给卓宝斋 补偿你 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好 咱们姐妹二人一起 重得满瓶满波 夜听胡家踩滚滚 遥望曲江 俏郎君 以后啊 我们一道气长安 哎 不好意思 让让 等我 我 哎 张 张朗君你这 成熙的住处也不行 可以带我去见你们郎主吗 我想住在这圣楼 住在圣楼 之前 你不是说要帮我找住处吗 我可以带你去见狼主 不过你要住在圣楼 此事我做不了主 那多谢了 请 回来了 早就听闻这猪鸡手段了得 既卖得了千万针猪 又能以独妹子的手段迷惑狼君吃鸡 今日一见 果然让人大开眼睛 张老师 失业了 请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早就打听过了 在崔市书场 你以为那什么小姐妹就是爬窗 你说什么 张老师 马头人多 你们这 请 来 干活去 干活去 张老师 干活去 走 走开吧 这里 好个端子小鸡子 先是攀上了浮世卓宝斋 现在又勾搭着张四郎为他卖命 好阿兄 你再不管管 最快他就爬到你头上去了 好 干活去 干活去 张老师 郎主 不 见过燕朗居 舍得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 怎么样 吃饭了吗 张朗居啊 来 坐 章狼君这隔三差五的来我甚吗 有何归干 燕狼君之所雅致得很 在此处能听波涛骇浪 赏尽水深流 如此 张某想借宿深流 借宿就说借宿说得这么好听 不过张狼君风流才子 怎可屈居于此 郎主 圣楼还有一些空房 轮得到你说话吗 忘了自己什么身份 汤汤兰 帅儿 拿一个小娘子扯情 可丈夫气得万歹 她吃穿用度皆是我 长郎君甜言蜜也说尽 又能如何 还能祈求借宿 丈夫尊严何在啊 我不要也罢 还是讨一个住处最为实在 而且 还能让燕老 还了这请我入催世 珠场迷居的人情 既然你把我刀手中挡 那也该好好使用 这所谓角兔死凉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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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你那角兔 还没弄死了吧 怎么这么着急舍弃我这把凉工啊 好茶啊 张郎君说什么 燕某听不懂 不过呢 解宿可A 康俊啊 给张郎君安排一个 雅箭 那就多谢严郎君 郎主 封五娘答应了 要是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蜘蛛 珍珠已全部清点完毕 明日呢 有位南海翻商将抵达广州 他带的珍珠 我也一并都要拿下 这批珍珠也要 有什么问题吗 蜘蛛怕不是在经商 还没有你来揣测我的心思 跟我过来 进来 终作为他的 子 崖 具真是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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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Jude 中原人 只知白色珠玉 不知轩烂彩绑 比如像这些 红色的火旗 蓝色的色色 黄色的闹嗖珠 还有水晶 金晶 琥珀 琉璃 这些东西都产自西域 王主为何要给我看这些 让你长长见识 刘吟 刘吟 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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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 明日去见饭商的时候 好生打扮一份 免得失了体验 你跟魏妍一块去交假 但你要记住 那批珍珠 我全部都要了 王主,张朗俊回来了 毛丝受伤了 张朗俊,我是端午 可否进来 进来吧 发生了何事 为何会受伤 有点小伤 还有别处受伤吗 没有了 我帮你 我自 忍着点 好了 有点小伤 为何没见杜朗俊 他有些自己的事 张朗俊之前去和谱 不仅仅是具有完的吧 是 是崔氏 还是燕氏 或许没什么区别 你不觉得燕子精一不在经商吗 他也不想和我 那是不许 可能 这又是不许 要是不许 手 你不许 你之前曾说过 你只想当一个自由自在的小伙伴 我没忘 一直都想 起初我上船上 我只是为了拿回我阿娘的遗物 不过如今我觉得 在这个船上 我能看到希望 这就是燕子鸣所说的弱肉强食 张郎君 我们这班人在何处都是弱肉强食 何处都是 这没有错 我不想你变成燕子鸣那样 张郎君明日记得花药 张郎君明日记得花药 你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广州最近来了个南海翻商 此人正在大量售卖珍珠 此人可信 不能完全去人 但 失去了 徐大英对张静燃出手了 张静燃逃脱了 张静燃 张静燃人呢 这 一回神了 账本呢 看见账本了吗 是不是碍在他身上 当时 杀手只看到了张静燃和杜云二人 并没有看到 所谓摧尸珠厂的人 是他没看见 还是他没找到 你派去的人 如果没有这两个人 我们为什么要派人去杀他 我 不对 不对 张静燃在作局 杀手 回来的时候 他看见张静燃回那神楼 他是一个人 他是两个 张静燃是一人 和回那神楼 杀手被跟踪了 我们暴露被害 我们现在不会干嘛 杀手现在在哪里 就在面外 起来 就现在 我跟随杀手送他 到巡南英处 杀手 见了徐莲 果然是他 他 他如此紧张 以至于对狼娟通下杀手 怕是涉事已深了 为徐南英 本世世兄弟一场 可谁知如今 他竟变成这副模样 本世若是知道了 定痛心疾伤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将仗策秘密送往京城 交给尹王 待翠氏宫珠一时无法弥补 便积极毕命伤杀 扯察 知 那单消息的人回信了 当年崔定从燕家别院离开时 确实经过了韶州 那韶州那边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广州的事要加紧了 此仇不可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边有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